你看喔 我們把門一打開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什麼 請戲安全帶 哈哈哈哈 我好久沒有買到這種 俗稱豆菜底的 島菜類啊 小黃啊 而且你看很可惜 它這很奇怪 它底色是白的 計程車要改回自用之後 它又改贏了 好不好 這俗稱的三色豆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奉技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哈嘞嘞 你坐車嗎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的WISH 放了好久對不對 終於把它挖出來 因為我本來想要把它 賣給同行就好了 可是想一想 體質真的不錯 價格也不貴 所以就想著 乾脆就把它 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我一直要改大包 大家都叫我不要改 好啦沒關係啦 到時候 我們把這個 第一個 等一下去試一下 引擎機件什麼的 該花的耗材 標準提高換掉 輪胎我看也是要換掉了 外觀把它改回白色的 內裝的部分 一定要拆地毯清 要不然會有味道 所以再來清一下 啊有一些它裡面 貼那麼多貼紙 都要復原 門市板 我覺得稍微清理一下就好 椅子真的很漂亮 椅子應該都不用整理吧 我記得 對啊 啊這個 這個椅子要整理 好皮要翻修 架子座皮要翻修 葉子板這個 後面生鏽的部分 到時候再請烤漆廠 再重新把它 做好 好不好 整理下去啦 好囉 我們準備出發去試車 底板沒什麼意義啊 這樣蠻順的 很順啊 欸這台還不錯耶 雖然是計程車底 其實還蠻順的 避震器至少還是舒服的 不會像那一台CR-V 有啦 有一點問題 就是方向盤不是準的 你說指向嗎 對啊 方向盤指向歪一邊 有沒有 喔有有 斜一邊 斜右邊的耶 對 欸左邊 左邊 左邊啦 左邊 往這邊斜一點 對 才是直的 你要檢查一下底盤 看一下那些拉板啊 河上頭 有沒有問題 沒有喔 這台其實沒什麼問題 底盤也沒硬 硬爪也沒硬啊 後面也沒聲音 冷氣也有 然後內裝也沒什麼雜音 不過以計程車來講有沒有 因為計程車正常都會跑比較多 跑比較多的話 基本上問題其實比較少 它磨損 最容易磨損的就是底盤件的 一計程車 那你說引擎的磨損啊 因為你看我們這樣發起來 其實引擎也是安靜安靜的 然後你像車子也不會抖 避震器也都是舒適的 也不會說一邊硬一邊亂 那WISH啊 後面的避震器最容易換 因為它車太長 然後後面避震器就 支撐力就會比較弱一點 因為我們剛剛這樣試 後面的彈跳也都正常 前面的彈跳也都正常 就是不會有太多的彈跳 正常的彈跳 只是這輪胎可能 是不是太久 輪噪聲比較大 然後這一台呢 TOYOTA最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水溫錶 很恐怖 水溫出問題它就亮燈而已 就亮一個紅燈 然後紅燈你又繼續開 就掛了 對 我朋友的開TOYOTA 我就叫他裝水溫錶 絕對要裝的 必裝的就是水溫錶 其他你都可以不用裝 什麼改音響幹嘛 不用 先把水溫錶裝上去 因為沒有水溫錶 真的很恐怖 你注意聽看 有沒有什麼輕微異音 感覺還好耶 對啊 可是輪噪聲比較大聲 注意聽看對不對 對 你看到這邊就沒有 不同的路面 它聲音會改變 就是輪帶的輪噪聲 有沒有 這個路面就會比較小聲 那這樣你就可以判斷 是輪帶還是 那個中間的培靈 就這樣判斷 好囉 回去頂起來看一下 對啊 回去頂起來檢查完 然後就可以叫料 完蛋了 我看到了 它這邊沒有內龜板 你可以先從這邊拍 我想說 空的 有沒有 嗯 內龜板都不見了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 然後這邊就有啊 這邊就完整了 沒關係 我們先看引擎室吧 來吧 首先引擎腳是好的 因為剛剛抖都不會抖 對不對 對 然後你看這裡 哎唷 這一台不錯耶 這一台鳥蓋應該沒有漏 然後這一台你看 這邊 都是油的有沒有 所以這個蓋子 應該ALL IN已經硬掉了 封不住油 所以都會從這邊冒出來 油氣都從這邊冒出來 你用手摸 用指甲戳這個橡皮 是硬的 喔有啊這樣有 有沒有 油硬吧 沒有彈性了 所以它就是已經 蓋不住 就會從這邊慢慢 油氣就會從這邊噴出來 按鈕蓋是沒有漏的 有沒有都沒有油 你看 乾乾淨淨的 舒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水管 水管也是軟的 這台水泡譜沒有換 那這一台應該是水泡譜 更換 然後因為它計程車嘛 假設以它的里程數啦 十幾萬 水虧把它換掉 比較保險 這顆風扇有鍵器的喔 你手扶著這個 葉片 我晃給你看 有沒有 有 感覺到了嗎 有感覺到 這就是這顆馬達的鍵器 再來 變速箱油 檢查一下 最容易被忽視的 就是變速箱油 還不錯 只是有衰退了 有點暗紅了 正常是亮紅的 所以變速箱油更換 那可能連 裡面的那個濾芯也一起換掉 變速箱濾網也一起換 那我們來看一下 看它的解氣門精不精彩 那你吹冷氣 你有覺得味道怪怪的嗎 沒有耶 我覺得還好耶 我剛開始一上去 哇操 那個味道 有美味啊 有一點奇怪的味道 有沒有 它的解氣門 以這個里程數來講 它解氣門有清過 所以才會中到漂亮 你從這邊就可以看 車主有沒有在顧車 有在顧車的 它就會定期清 有沒有 之前有好幾台都很髒啊 都髒透了 好啦 現在要看下面囉 這個皮帶有沒有 皮帶你看外面就知道新不新了 皮帶也差不多要換 然後你看這個上面 皮帶的平面 你來這一邊拍 但是你應該用眼睛才看得出來 有沒有 這個面喔 這個面 磨損的嚴重 然後你看 然後你看 精彩的就是這個 這個車主真的有顧 那是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 它是變速箱油冷卻器 有沒有 它裝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嗎 這裡 這個D1 SPEC 這就是變速箱油的冷卻器 冷卻器有沒有 它從這邊 原廠的啊 這邊 變速箱接出來 接水箱下面 靠水冷卻 對 有沒有 它這邊另外接一條 繞到前面來 繞到這裡來 再經過前面的冷卻器 回去 再回來這一條 所以我說這台有在顧吧 有沒有 有在顧的你就看得出來 它那個是另外加裝的 這是另外加裝的 所以這台雖然是計程車 這台還真的可以買 不是所有的計程車都很爛 有沒有 有啦 只有這個啦 有沒有 煞車油比較髒一點 很髒 有沒有 煞車油比較黃的 再下去就變咖啡色了 所以煞車油 定把它換掉 看起來沒有 現在就看下面了 來 後驅軸油風 沒有漏油 這個就是 為什麼我說計程車 不一定比較差 就是這樣 因為它每天都在跑 所以油風每天都在活化 那我們來看 我們底盤 剛剛都沒有聲音嘛 對不對 沒異音 先看一下 它的傳動軸防塵套 傳動軸防塵套 沒有漏油 外面這個也好的 也都沒有噴油出來 然後現在看另外一邊 好好的 都沒有油噴出來了 再來就是這一節 這裡 也都好的 然後你來這邊看 引擎腳 橡皮都沒破 還不錯 而且 來你看 這痕跡看起來是沒拆過 所以應該是從原車到現在 的引擎腳 對 因為正常 這三顆是鎖引擎腳的 拆過它會稍微有點錯位 三角架也都可以 快快快快 沒有看過狀況這麼好的 連龜裂都沒有 最外面是鐵嘛 黑色的是橡膠 對 你看都沒龜裂 沒龜裂 是不是很優秀 你看這一個 唯一有一個缺失就是 它這個鋁墊片 有沒有用久了 它就越壓越扁 它就會跑出來變成這種形狀 不然它應該是平面的 所以這個到時候 換油的時候會順便把墊片換掉 但是還沒有漏油 有沒有看到 沒有異音沒有漏油 有沒有 所以我說它輪胎狀況比較差 有沒有 輪胎應該用很久 對 它計程車的輪胎基本上都是以耐磨為主 嗯 所以它的拍照聲 還是比較大啦 而且 也年份應該也用比較久 然後車皮 煞車盤 這個煞車皮就比較薄了 後面 就稍微比較薄了 有沒有 然後這個煞車盤 我們看一下它的狀況 有沒有 中間稍微有一個 有刺一點勾啊 這個 所以可能連盤子都 皮跟盤子就一起把它換掉了 我看到一個重點 它換新的 它的加油管換過了 新的 這加油管基本上 用久了都會爛掉 有沒有 換新的 喔這台真的不錯耶 喔 這個前面煞車皮 跟新的一樣 然後等一下要看對面的盤子 它這個盤子也 你用手摸 有一點凸起來的 對 哇那這個盤子 前面的盤子要換了 前面兩邊都差不多了 這個比較深耶 對啊這個比較深啊 這個比較明顯 對 對 所以就是四個盤子 然後水棒譜 之前從新車到現在 都沒換過 然後水龜 節溫器 就是水龜 就是在這 這個黑色蓋子 下面就是水龜 它電片也還OK嗎 哪一個電片 水龜啊 沒有水龜要拆起來才知道 沒有啊 因為時間也久了 我們就把水棒譜 跟水龜一起換掉 OK 對啊 因為你說計程車底 如果會擔心的話 就是水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水棒譜 跟水龜換掉 那水管我們檢查庫 基本上它都還是良好的 而且你可以來摸 你從這邊摸這一條 是不是跟新的一樣 滿滿的 對不對 而且裡面 裡面沒什麼雜質 有的會有鐵鏽 摸起來會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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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ㄎ 它都沒有 所以就是這些換完 然後皮帶換完 嗯 那你從這邊拍 你看曲軸 這個就是曲軸皮帶盤 這邊都沒有油 所以曲軸的油封也沒漏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一台基本上都沒有漏油 除了加油蓋 加油蓋那個橡皮硬化 那個就把它換掉就好了 那你來這邊拍這個 引擎腳 前面的引擎腳 都很漂亮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在車上就可以 它就可以給我們 反映出它的引擎腳的感覺 有沒有抖動啊 那些有什麼 啊試車就是 整台車給我們的感覺 大概是怎麼樣 好 那這樣子 我們就先叫料啦 風氣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材料 都在這 還差一顆馬達 差一顆馬達 加油蓋 那個風扇的馬達 這個是濾芯 這是變速箱濾網 這個水放 這個節溫器 跟節溫器相比 有沒有 它就這樣 然後這個新栽 後煞車皮 對 空氣芯跟冷氣芯 再來就是 鐵盤 四片 我們先把它簡單的換一換 火星塞 我們先換 火星塞就是這四個 這個設計的很爛 你看它做完裡面 然後上面那塊又沒有洞 可以拆 它又不像這個 這個還有洞可以拆 你看 換煞車油 等一下就會換 這個還有洞可以拆 這邊還可以拆 這邊還可以拆 然後這邊都不能拆 這邊都不行喔 這邊都不行啊 這整片的啊 好奇怪 這個麻煩就是在這裏 工具拿不出來 要先把工具拿出來 然後再把火星塞 吸出來 拿出來 麻煩就在這裏 它是總共要換四個嗎 四根 YES 完成了一樣 我們先把簡單的都換一換 複雜的先擺在後面 你看 夠髒吧 夠髒 這個是哪裡的濾芯 空氣濾芯 引擎的 有沒有 引擎的空氣 濾芯 濾芯盒直接接引擎 我們等一下換冷氣 也是一樣啦 裡面都髒 對 只是看起來比較新而已 我們現在 我們停起來漏油漏水 漏油漏水 好 好 你看這個店片已經扁了 這個店片整個扁掉了 好玩的 看這個店片 有過不好塞 因為它已經卡在牙裡面 嗯 所以要什麼啊 變短了 它是新的為什麼還要 新的有油 哦 新的有油 要把油洗掉 對 不然你油 碰到煞車皮 油就會含在煞車皮裡面 就煞車皮會衰退 對啊 煞車力就會衰退 裡面是手煞車 它很厚吧 對啊 還很厚 對啊 可以 有沒有聽到裡面 有磨到的聲音 有 那就是手煞車的 手煞車的那個皮 能拉 對啊 手煞車皮要有 磨到一點點 哦 所以你對這個手煞車 磨太小了 手煞車 拉起來會變太高 哦 差很多耶 左邊是舊的 右邊是新的 現在拆皮帶 換水棒補換水龜 這個就會調整皮帶了 調整什麼 皮帶 皮帶 皮帶現在鬆了 就可以拿出來了 對 有沒有 關掉 蓋子開起來就知道了 裡面的水龜 長什麼樣子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車主有沒有 在換水 其實車子啊 就是拆起來看 最準 有沒有 有的人都說 我多會顧車 多會顧車 什麼樣子 結果一拆起來 都亂七八糟了 水龜就在裡面 這就是水龜 這個蓋子 水龜挖出來 水就會噴出來 出來了 哦有囉 你看 只是它之前 有打膠的東西 跑到水道裡面 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就會造成 有的時候會造成 閉合不良 對 不過整體狀況看起來還不錯 還不錯 卡在裡面 有沒有 哎唷 卡著 真的耶 有沒有看到 水道裡面卡著 卡在水龜 還好有換 不然到時候堵住 這就是它的橡皮 水龜的橡皮 我們都有叫新的 水龜 水龜橡皮 好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再把它送回去 不錯喔 真的水道顧得不錯喔 然後你看這個水道是亮的 連一點鏽水都沒有 有沒有看到 嗯 你要開起來看才知道 嗯 就是 雖然是計程車底的 但是其實 它有在顧就會差很多 嗯 對 水龜有方向性嗎 有 有 空氣孔一律朝上 因為空氣才排得出來 嗯嗯嗯 你不朝上 空氣會往上跑 對 啊你如果排氣孔在下面 你空氣怎麼排也排不出來 對 這個就是通 排氣孔 小小的 有沒有 小小一個 它就是裡面會有空氣啊 氣泡啊 因為我們水滾了也會有氣泡 嗯 它就會從這邊排出來 所以它一定要朝上方 就是這樣 有沒有 要這樣 嗯 朝上 水龜埔就在這 你看 嗯 這一顆就是水泡泡 嗯 我們就把它拆起來看 然後你看這個水泡泡啊 就從新車到現在 看起來就從新車到現在 啊是什麼樣的狀況才要換那個 哪一個 水泡泡啊 平常就是有漏水 有聲音 或者是效率不好 我們這邊就是 里程速到了 超過800公里就完了 你看已經開始漏水了 我們的水其實漏得差不多了 所以不會太多了 因為我們天馬的水 不會拆起來 嗯 可是已經漏了一些水了 嗯 這邊就不會太多了 水泡泡泡 哎唷 水泡泡泡 就在表現 全車主就有在顧 嗯 有沒有 非常漂亮 這個真的非常漂亮 等一下拆新了 其實基本上 跟新的差不多 都是很亮耶 對啊 第一個它車主水有在顧啊 好爛喔 是不是除了有鎖的痕跡以外 跟髒污 基本上是一樣的 亮度一樣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水象筋的功能就是有防鏽 所以拆起來就知道了 有沒有 將有顧車拆起來 然後鎖鎖 像這樣 這對比車明顯了吧 這好噁喔 你看這邊水泡啊 嗯 那這一台拆下來之前 都已經沒有水象筋了 那就會這樣生鏽 我們兩個一比你就知道了 有沒有顧車 看這個 這個應該 拆那麼多台車 這應該算第一名 然後 現在就是新的舊的要比一下 基本上是一樣的 然後再翻過來 我們要看它的螺絲的厚度 它這個孔的厚度 都一樣的 先清一下 對啊 這個表面有一些髒污啊 要清掉 不然到時候會影響我們組裝的品質 把水泡不如平面擦乾淨 然後上膠 嗯 我們現在是要換什麼 換馬達 換馬達 風扇馬達 對啊 你看上面這邊也有螺絲 它這個塑膠殼 它是一個 上面這邊蓋起來 所以它是一個 下面是L型 黏到下面 所以想像要抬起來 風扇才出來 我們就在一起 看起來 那邊 我們要去做 我們要去做 現在先加水 我們換了水磅埔 水龜 我們要先加一壓 我們現在要到這裡 一個吧 一個吧 然後看到不會漏 看我們裝的地方會不會漏 我們剛剛裝的水磅埔 有沒有 這邊 下面沒有漏 都沒有漏 有沒有 有漏水就會跑出來 有沒有看到 很乾的 下面也是乾的 也沒有漏 好 那我們就壓個大概五到十分鐘 確定都沒有漏之後 我們就可以裝皮袋 哇 這油真的很乾 很乾耶 是不是很乾 對啊 對啊 跟咖啡色 我們就把它換掉 好啦 再來要清裡面了 能清得到的地方就要盡量清 你擦的嘛 對啊 你可以看裡面 是不是都一層夠 有沒有看到 都是一層夠啊 不是啦 因為你這個不清 你換了就還是一樣 一開始還是很髒啊 那我又不喜歡這樣 既然要換了 你又把它盡量弄乾淨 但不可能完全乾淨啦 如果你真的要換油杯 不然就是盡量看得到的 一定要把它清乾淨 然後再倒煞車油下去清 不然喔 這種這麼髒的油杯 實在是 有點硬 你說要把它清到完全乾淨 那真的要換一個 真的換一個比較快 你看擦一次之後就差很多了 你看都在布上面了 剛剛最髒的 原本乾淨的布喔 下去變這樣 然後現在要再倒新油下去 再把裡面的放油再吸出來 嗯 就變成要這樣 因為這個太髒了 如果這個人有在顧車 怎麼會忽略煞車油 怎麼會這樣 倒新的下去 你看 金黃色的 它就是用 新的油去把它沖一沖 先不要加太多 先讓它沖一沖 不然加太多也是浪費 先讓它混合 然後我們再把這些油吸出來 然後再加一次新油 差不多就乾淨了 在哪邊 有沒有 超黑 我剛剛倒乾淨了喔 嗯 對喔 是不是 這就是 髒油 這就是它 原本車上的髒油 最後一天了 就是把油漏乾嘛 就要把油漏光 然後拆油底殼 嗯 然後清油底殼 然後等它流乾一點 嗯 然後我們再把油底殼 沖上去 這邊先給它滴乾 嗯 等一下拆這個油底殼 這邊還有油 然後先把它鎖起來 等一下要漏那個 油底殼 油底殼就是把這個螺絲 哎呦 好像有撞擊的痕跡 這看起來好像從原廠到現在都沒忘記 沒開過 這就是它濾網 這個就是裡面的 拔下來才知道當不當 不用拔下來 這樣應該也可以看得到 濾網在這 這裡面 等一下拆下來就很清晰 這樣就很清晰 有 它這邊有一些鐵屑 鐵屑你要看油底殼 這都是 這都是鐵屑 嗯 這都是很厚的 哦 很厚 有啊 嗯 這個時候呢 就要先把磁鐵放回去 它有固定的位置 它的位置就是 它會 剛剛拆起來是在這邊 如果有 欸有的油底殼會有一個槽 哦 中間放磁鐵 那它這個就是看拆起來的位置在哪 然後 裝回去就好了 基本上它就是吸附雜質嘛 嗯 你就把它放在最下面的地方 哦對 最底 你看我們平面是這樣子 所以這邊放一顆 然後這邊放一顆 因為這邊會流下去 就沒有差了 哦這樣就要來檢查平面 這裡有變形 你可以用手摸 這邊是凹下去的 摸不出來 摸不出來 好像有啊 我看有什麼辦法 這個嗎 是這一邊 對這一邊 因為我們拆是這樣子拆嘛 我不跟你說 這邊有撞到的痕跡 嗯 感覺起來有歪掉有沒有 那這個要用板的嗎 沒有啦 換一塊啦 還要用板的 這個板的到時候平面跑掉 不要這樣玩啦 沒有啦 這個有風險的 當然是換新的 不要鬧了 對啊 來 我們把濾芯換上去吧 新的 新的濾芯長這樣 乾淨 嗯 再就把表面清一清 我們就可以上了 好 換這邊 先把我們的磁鐵 乾淨的磁鐵 先移過來 你可以摸這一個 先摸沒有關係 摸起來是不是都平了 我們剛剛手摸過了 還是要再清一次 小心為上 我們比較喜歡這樣 清乾淨的 裝了沒有問題 大家都很舒服 對啊 不然到時候裝了 又在那邊擔心 我們不要有這個疑慮 好囉 緊張的時刻要來囉 我們先進到電腦裡面 然後可以讓它先發動 先來批檔 電速箱油溫 油溫了 30度 那我們就等它到65度的時候 然後我們再來 涼油 我們就先把檔位排一排吧 這個就等它時間 還要一段時間 至少要20分鐘以上 因為今天涼涼的 如果說今天天氣熱就比較快 那今天天氣比較涼 就會比較久一點 耶 65了 上線 有 熱車 上線 就剛好在這 再兩個一次 好 上線 有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要去試車了好嗎 對 好 好囉 試車完工 那你感受一下它跳檔 換變速箱油就是 跳檔不順的時候 或是時間到 然後換變速箱油 換完你應該感覺不到跳檔 嗯 感覺不到 依然沒有任何雜音 優秀 應該沒有感覺到有換檔的感覺吧 沒有沒有 對不對 嗯 一點感覺都沒有 這台車真的很順 只是方向盤有一點歪嘛 沒有什麼問題 剩下就是外觀 然後內裝用不用 好啦過關了 非常安靜 好 回公司囉 走路 回家 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中文字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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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身后这台已经颜色都烤好了 外表都乱好了 今天我们里面要来洗蓬蓬了 要把地毯全部都拉出来洗一洗 之前载了几百个人 有没有猫狗应该都有载过嘛 所以我们就干脆把它拉出来全部都洗一洗 这个东西是什么的吗 以前我们不是有线跑上去接一个表 黑刷 对 涂胶 涂胶就要除 再来就是 拆这个很简单嘛 一次全部都拆光 侧边也要拆 这个地毯如果脏了就换掉 再换一个新的就好了 主要是这个地毯拿出来洗 比如说那些洗安全带啊 双面胶啊 其实还蛮多的 现在都要涂胶 你看 它都很这个啊 这到处都要拿掉 有没有 它是可能怕伤到还是什么之类的吧 有没有 这个都要拆掉嘛 这个都要除好 这个比较麻烦 这个有气人坐的车要拆 前中间跟后面的椅子都要拆 你拍一下来 好你看 到处这个侧边啊这个都要拿下来 这个也是 因为你不拆这边就是没办法拿 到处顺便门板啊门缝都要洗干净 好等一下就直接就处理下去了 把它拆下来 可是这几天天气比较不好 可能人家多晒个几天 如果真的晒 晒它快干的时候 如果还没干 就是放在车上用舒适机 好 来哦 开机跳 芒果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把水放掉的 不是 水放掉是那个盖子 这一个就是跟轮胎一样大 这个就是转放松 它的备胎 它备胎底下嘛 它就这样掉下去了 就是备胎的 对 备胎弱势 好了安全带也拆一拆好了 到时候拉出来洗啊 因为它不知道载过几个人了 好我就把它拿起来 到时候连这个都把它洗干净了 这个不用太过于太多的药水 就刷干净就好了 清洁器就好了 我是想把这个拆下来 我想把它拆下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有洞啊 把下来补一补啊 我等下去把这个想办法把它补起来 哇一二三四五 好 把它修复一下好了 其实远点看就应该看不到了 一般你不会那么近看 众都已经补起来了 对啊 众讯应该都看不太清楚 他们也准备要洗地毯了 给他们再打了 我们去看一下 大工程耶 你知道为什么地毯要拆下来冲吗 那计人车有时候载到会吐的啊 打翻饮料的啊 还有一些漏水的啊 呵呵呵呵 哈 所以这个地毯都那个 要整个要冲干净 然后到时候呢 整个内装的底板 把防水塞全部都挖起来 他们现在挖防水塞了 挖起来之后直接冲刷 赞 贵则 贵 love 张 我 我 i'm big'er and better Even all it goes like i'm bigger,���der, faster I'm goin' to the maximum I'm goin' to the maximum I'm goin' to the maximum I'm buraya,���der, faster Goin' to the maximum I'm goin' to the maximum I'm goin' to the maximum I'm BIG,���der, faster This you let it go I can let it go This you let it go I can let it go You think I'm too much Because I'm too much Don't you gotta go Cuz I gotta go Let it drive on Full power Never hit the brakes, no karma I gotta go, I gotta get I'm on my way to get the full power Run the game, first place MVP, I say GG And even if you still don't get it Just wait, I'm about to go like Bigger, border, faster I'm going to the maximum I'm going to the maximum I'm going to the maximum I'm bigger, border, faster I'm going to the maximum I'm going to the maximum I'm going to the maximum I'm bigger, border, faster I'm going to the maximum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好啦,這個叫做 愛車,怎樣? 這算改造嗎?沒有改造啊 我們只有把它還原而已啊 還原成最初的模樣 它原來內骨就是白色 欸,對,觀眾朋友還記得這是哪一台車嗎? 有沒有,那個你要賣多少那一集 2011年的WISH 好不好,計程車加 換後葉子版 換起你們的印象 看連結好不好 哇,大家都說很便宜耶 影片一上有沒有 哇,買11萬 私訊如雪片般 又飛來了 每次這種車大家看到買便宜 私訊都一直來 好不好,我們本來呢 有這種換葉子版的車 當過這個豆菜底的 計程車的 我們本來就一律都是 上那個拍賣場處理掉 或者是盤給有需要的同行 對不對,後來有觀眾說 這個你賣人家 人家還不是賣給別人 消費者還不是買到 所以我們又花錢啊 這台車好像花蠻多錢 好不好,現在跟大家一一來報告一下 我們做了哪一些整備的項目 那小層的部分呢,很多耶 節溫器,水龜橡皮,水方浦環 油體殼,油體殼,螺絲 電片,變速箱,電片油網,皮帶 散熱馬達機 連機油蓋也要換是怎樣 機油蓋是怎樣 機油蓋為什麼會壞 拿起來啃 不然有可能機油蓋會壞掉 還有來令片啊 前後的碟盤啊 空氣濾芯,火星塞機油 機油,水箱精,清潔劑 什麼高溫醬 變速箱油,煞車油 全部都換掉啊 連內龜板都換了 還有一些釦子 全車的板烤 座椅看到沒有 應該是修補左右這兩邊嘛 其他看起來就還不錯了吧 那原本的方向盤就不錯了 然後再加上啊 那時候這邊貼了很多貼紙 記不記得 全部都剔除了 好不好 可是影片來不及拍 這台我應該會把它換成 安卓機電視螢幕 所以到時候你們有要來買的人呢 這就變成一個螢幕了 螢幕我就不多拍了 好不好 因為這次這個時間有限 趕時間上片 好不好 這個就還來不及 然後再來我們再帶大家看了一下 後座好了 好不好 後座應該也不錯 我們這一台是做深度清潔耶 對不對 影片有嘛 我們是全部都拆 連這個鐵板的部分都洗乾淨 還有最後一個重點就是啊 我覺得這台車很棒的就是 它原廠的這個 當時啊 這一種原廠的這個隔子 棋盤狀、隔子狀的地毯 它都還保持得很好 所以我就不換成那種蜂巢式的原廠 因為我跟你講 這一種隔狀的原廠是自規的地毯 所以這個很難得 這就把它留下來 因為原本 其實它真的顧得就還不錯了 然後深度清潔完之後 我們還有用那個 清潔劑 清洗 空調內部的 殺菌 空調內部的一個管路 好 再來後座也來看一下喔 水噹噹 還有你看 整個格子狀的地毯 原裝的都還沒有破損 那個地毯已經全部都清洗過 殺菌過 除濕過 那所有的工單 我們都會整理完 放給大家看 然後最後呢 我們的成本 我看我也沒有懶得加了 加一加應該也差不多20萬了 我不知道這樣值不值得划不划算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啊 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給你的朋友們 留言 給我們你的意見 好不好 那我們有這個 足夠的信心跟預算 來製作一系列的翻新影片 或是改裝的影片 那就下次見啦 掰掰 好 人家說讚耶 去人家做的 我跟你說 我們這車雖然做到驚人車 但是喔 有夠好帥 他在家裡這房子 如果有聽 回來 我整個穿下去 如果要買 不要買太貴了 你看 428 原價428 測價 288 譬如說 有想不 芒果有想 我叫阿文在芒果快點錢 芒果你沒什麼 阿文在芒果快點錢 跟阿小小 在芒果快點錢 我叫阿文在芒果快點錢 我叫阿文在芒果快點錢 我叫阿文在芒果快點錢